那你记得在10月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回答发生什么事 进销路 是不是连回答一些低阶的 都不能 连RTX的旗舰款可能都不能卖 都不能出给中国 对 所以回答那时候 10月是不是整个 又被打下去了 那你记得吗 在去年的同样是10月 美国对中国一样照样 在实施 进销路 那你记得那去年10月 因为这净利益出来之后 回答的股价也是打到100多块 对 没错 后来打完之后 回答股价是不是就一路 到今年的黄仁勋旋风 然后因为OpenAI 深层式AI开始启动 所以回答就来到500块钱 从去年10月的低点100 涨到今年8月份到 快500 快500 对 这个故事要告诉各位说 每年10月是不是就是 回答的低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巧合 不是每年10月 是只要你看到 利空的时候 就是进销路的时候 像我们面对利空 我们都是很冷静 冷静面对 对 对不对 去看这个利空 到底背后有没有什么 Money 玄机 对不对 我说正大光明的背后 有没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故事 欢迎好朋友来的 古海大丈夫之 陈辰聊产业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辰国际头顾 陈建成分析师 陈辰老师好 陈建成好 听众观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今天 我特别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那个 黄仁勋执行长 他很像那个变形金刚 为什么 因为他会不断的变形变形 然后让他们家的超级晶片 就是不断的变身变身变身 然后越变越猛 他现在要推出H200 超猛的 BUT 我也会讲BUT BUT 这次变形金刚 他遇到了一个女神 要来找他PK 雅典娜女神出现了 这一次 这是微软 他们推出了一个自家的AI晶片 叫做雅典娜女神 所以究竟变形金刚比较厉害 还是雅典娜女神比较厉害呢 老师 就H200对决雅典娜女神 好 所以今天我们会来 跟大家来做个比较吗 我们 我想这两天的焦点 就是在这个 因为台积电营收爆充 上周五 对 营收爆充 大家又把目光关注在说 你之所以爆充 绝对不是iPhone15的贡献 一定还有再加上其他的 其他的 灰达的 AI 高效运算这一块 对 ok 那除了这之外 当然这一两今天14号 对 ok 好 灰达跟微软都在同一天 发布了灰达的H200晶片 And And 微软的 微软自己开发的 AI晶片 代号雅典娜 女神来了 就跟我们的联发科天机 天机天玄 对 然后 北斗七星都拿来了 对对对都有 那反正美国 你知道其实很多他们 研发的代号都会跟 历史 对 跟名人 是 有关系 之前 Ada Lovelace 对 那像那个你刚刚讲到 Ada Lovelace 对那是辉达的 他的旗舰旗舰款的显卡 Ada Lovelace 那他那个就用 那个 数学女神 数学家 听说他也是第一个电脑 设计 对设计电脑 对 的这一个 很厉害的 英国的这个电脑家 数学家 Ada Lovelace 好 那 雅典娜呢 希腊女神 反正都是要用神级的 对啊 神级的人物还做代号 奠定他们神级地位 对 好来 其实不是 其实是因为那个 雅典娜没有被注册成晶片代号 就这么简单吗 一堆专利蟑螂你知道吗 对 瞬间让我那个想象空间就破灭了 一堆商标蟑螂 注册一大堆 找一找去 懂了 不然你看 好 海力士啊 对啊 老师你上次不是还找到索尔 对啊 对不对 然后从索尔 然后那个是 那是哪一个系列啊 我们上次有讲的是 有一个系列 从索尔 之前好会去看我们的产业 聊产业 十月底的聊产业 对好 那我们今天 继续来聊 我们来跟你聊一下 微软跟 回答 还有 微软为什么他要自己做AI晶片 来 有故事 我跟你讲 其实 这几个月 前几个月在炒AI的时候 大家都被这个 AI的这个 疯狂的热情给怎么样 给点燃 对 可是你就看到黄仁勋的旋风一来 大家都 高歌唱起这个 对不对 AI 大家都嗨起来 对 嗨起来了 对 那现在已经两三个月过去 两三个月过去的时候 整个股市 各位你发现 台面上的AI股都已经怎么样 一个个一个都怎样 仲见落马 开始 大家有那种有点心冷了 独独谁 台积电 独独回答现在 再一个H200 回答股价又要怎么样 重返 对重返荣耀 甚至要再创历史高 对 好来 美股的回答 台积电呢 在这三个月来 的高点在哪 580 590 594 594 可是你看喔 营收公布完了 开高580 这两天就怎么样 就没了 开始后来串了 对不对 没有啊 好那目前我们看起来说 在两三个月前 股价还可以维持在高的 就还是我说台湾纯度比较高的 AI股就是台积电环球金 有没有 那其他的跟AI相关的 其实离这几个月 8月7月的高点 其实都还有一大段 有没有 尾创的高点在160 其实现在也是 勉强弄100 就很偷笑 对不对 广达也是270 280 现在200块都还岌岌可危 那技嘉那更不用说了 380的技嘉 380的技嘉 现在220 230 好 那这一次H200再出来 应该是一样 比H100又是更大的利多 因为它更强 速度更快 更厉害 对 可是 你没有发现说 这几天的AI股 并没有特别强 今天的华硕涨停 对 已经算是这里面最强 唯一 唯一这个 可是 广达居然昨天还被怎么样 被外资卖了 卖了17000张 对不对 昨天台积电 外资买了16000张 我是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 我合理怀疑 有猫腻 买广达的外资 他去看了广达吗 看了我们的节目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台湾存度最高的就是 台积电 还有环球晶 那因为巧妇难迷 难违无米之吹 对 所以没有细晶圆 怎么生产AI晶片 那怎么样 就是环球晶 环球晶做细晶圆的 也跟着往上 对不对 也进来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当初你们在炒AI的时候 我说真的最纯的AI 应该是台积电 是 台湾 最纯台积电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提供它米 就是战略物资 提供它米的 战略物资的环球晶 对 没错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开玩笑说 可能外资有看到我节目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弃广达 保台积电 保台积电 因为 广达卖了一千 一万七千多张嘛 跑去买了台积电 台积电买了 一万六千多张嘛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其实不够啦 因为一个两百 一个五百多块 还要再补差价 还要再补一点 对还要再补差价 又卖技嘉嘛 卖技嘉再补过来 OK好 懂了 好 那玩笑说到这 各位 我们给你超级比一比之前 好 我说故事要先讲 谁 对不对 我如果说到天 又是想买买你 对不对 我是 可爱的如风中 对不对 各位你记得吗 你们现在今天推出 辉达推出H200晶片 对 它的效能比H100晶片多两倍 那你记得在10月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辉达发生什么事 进销路 是不是连辉达一些低阶的 都不能 连RTX的旗舰款可能都不能卖 都不能出给中国 对 原本是高阶 是不是连那时候都不能出给中国 对10月份的时候 所以辉达那时候10月是不是整个 又被打下去了 又被打下去了 对 有没有 是 辉达上一波高点是在8月 那你记得吗 嗯 你记得在 去年的同样是10月 就信封学雨的10月 对 去年 嗯哼 美国对中国一样照样在实施 进销路 进销路 对 没错 那时候不是像上个月说连中低接的 那时候是高阶 那时候就高阶嘛 H100嘛 A100嘛 没错 这一种嘛 嗯嗯 那你记得那一 去年10月 因为这净令出来之后 辉达的股价也是打到100多块 对 没错 后来打完之后 辉达股价是不是就一路 到今年的黄仁勋旋风 然后因为 OpenAI 对 深层式AI 开始启动 然后就一路开始北上 整个AI在今年就上演 AI狂潮 对 有没有 所以辉达就来到500块钱 没错 从100多 不要打 从去年10月的低点100 涨到今年 8月 对 8月份到快500 快500 对 到8月27号 他的财报 没错 8月27号 出来 就是最最后一道烟火 有没有 爆盆嘛 对 最后一道烟火 对不对 那最一道人间烟火就放完了 所以在那之后呢 我们的AI股就从历史高点 一个一个怎么样 就往下 打回原型 对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同样的故事 然后到达到10月 同样的故事 再10月再演一遍 这一次又来竞销路了 对 有没有 中低 中低 然后从H100100又往下 门槛降低 中阶的也不行 有没有 所以你很多 几乎能用的都不能买了 能买的大陆自己会做 是 没错 对不对 OK 好 那问题就出在这 可是各位 10月的回答 回答到哪里 这波10月 我知道他这波 又打下来 因为又从480 490 然后一路打下来 打到了这一次10月的竞销路 是打到他的低点 回答的低点 马上查 马上查就有 立马看 有没有 400块 从490附近 打到400 来到400块 是 对不对 对 来到400块 回答这一波 不管8月 9月 10月的 6、7月低点 都是在400块 守住 守好 守稳来 对 那到现在 到昨天的收盘价 高 491 在8月的 高 猜测完的高点 是在502 已经快挑战前高 对 所以即将要再次挑战500 老婆请回来 挑战前高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AI 没有吗 我们台湾的AI股 有没有 至少那三档 大家熟悉的 唯一看得比较像的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590也差10块 对 对不对 到昨天开高580 跟回答很像 对 回答也快挑战8月高点 台积电也快挑战8月高点 所以我说纯度高 就是台积电 真的 过了三个月之后 真的印证了 我那时候讲的话 我是不是跟你印证了 可是放眼你现在 在这几个 在前几个月 大家跟你蹭AI 的那一些AI概念股 连最强的围影 离2000多块还有一大端距 对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陈立白他曾经说过 真正受惠的AI股 只有两家 对 回答跟台积电 所以真正赚钱的 也就这两家 是 所以其他的都只是 因为这个热潮 而被炒上去的 其实环球经有受惠 不然他9月怎么缴出 他是战略物资 对不对 炒出史上最强第三季 对 懂 好 好 那 这个故事要告诉各位说 每年10月 是不是就是回答的低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巧合 不是每年10月 是 只要你看到 利空的时候 对 对不对 利空的时候 就是静下路的时候 像我们面对利空 我们都是很冷静 冷静面对 对 对不对 去看这利空 到底背后有没有什么 环境 玄机 对不对 我说正大光明的背后 没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故事 那我们刚刚话讲一半 对 如果各位你印象够深的话 去年10月 禁销路的禁令出来 我来回答 打下去 打到100多嘛 打到100多嘛 到100多 就是最惨淡的时候 就在这里嘛 118 哇 100多啊 4倍 5倍 好 去年那些都有4 5倍的股票可以做 对不对 好来 问题是你不敢低接嘛 你不敢买 利空一对的时候 你不敢做嘛 对不对 好来 听说那时候 裴洛西的先生跑去买回答嘛 对不对 各位 琪琪姐啊 对 琪琪姐是谁 就是去年 去年8月来台湾 8月来我们台湾 然后开始怎么样 惹毛 那个惹毛对岸 然后给你整个台海飞丹封锁 对 围绕着我们台湾的那个 什么剑什么剑一堆 你知道他来对不对 他还顶着怎么样 我就不怕你中国威胁 我跟你台湾做战友对不对 当然他背后的私心是什么 就要台积电去设厂 对 好来 好来 那 你看到 他现在还跑去买回答 可是那时候 禁令他会不知道吗 人家 我们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但是总是有人早知道 对不对 禁令他怎么不知道 他知道啊 总是有人早知道 摆明着禁令在那边 他还敢去买回答的股票 代表怎么样 后面有一堆故事 他知道你不知道吗 对 所以你看啊 就这么让人家讨厌 后来不是被暗杀吗 有没有 他先生 后来不是发生 有人潜入西西姐他家 想要暗杀西西姐就暗杀错了 杀到他老公 不够帅啊 对不对 好来 好这是去年十月的故事 对 好所以 现在我这个故事跟你讲到这 是 好那我们就还好好来看一下 嗯 究竟超级比一比吗 微软跟AI晶片 跟汇达 跟汇达 H200 两倍多 后来高点有到四百多块吗 对啊 所以也翻了差不多三 也有翻啊 也是翻上去啊 其实跟汇达差不多 三倍啊 对不对 汇达也从一百多涨到四百五百 对 然后他的爱普也是一百多涨到四百多 好所以你要懂得把握那个甜蜜的价格 好那所以待会下半段呢 重点来了 关键大家最想听的 超级比一比 当雅典娜女生碰上了这个变形金刚H200之后 要如何去看待 老师帮大家超级比一比咯 想听陈辰老师聊产业聊心法 或是你想和陈辰老师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古海大丈夫来的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或扫描一幕上方QRcode 欢迎您一起来聊聊 来 切入重点了 大家最关心的雅典娜&H200 老师要帮大家做超级比一比咯 好来 我想各位你一定会想说 那奇怪 那我就买回答的就好了 那微软 为什么我不买回答 因为现在回答听据说啦 我们就据说嘛 据说美国的云端业者 亚马逊 Google 已经都已经预定了这个H200的 这个超级的晶片 对 那既然他们预定了这个超级晶片呢 那微软自己也有云端 对 那微软还从亚马逊的手上 抢走了 这个几年 去年还是前年 抢走了这个美国的 国防部的资料中心的 云端的这个案子 被微软抢走了 那微软为什么 不跟回答买要自己做 差别在哪边 当然就是你卖的很贵嘛 贵松松嘛 这肯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很贵嘛 那我希望怎么样 降低成本 我自己开发 懂 对不对 我自己开发 懂 那自己开发呢 又没有像 回答那么厉害 所以要借助什么 要借助 我们台湾有一些 ESIC的厂商 就是特殊 IC的一个机体电路 对 特殊应用的 IC ESIC 有没有 好 那因为要自己做 所以像我们四星KY创意这种 M31这种IP股 对 股价表现就不错 因为就前景卡 最好你们大家都来客制 对不对 你们都不要去 不要去买H100 不要去买H100 大家都爱做自己的晶片 是 好像阿里巴巴也做自己的晶片 有没有 OK 懂 世音KY当初也在大陆帮很多 伺服器业者做了很多 客制化晶片 就是因为这样 对 世音KY就是这样起来 才能够爆充上去 虽然不准世音KY去再做大陆的 但是接了美国生意 也接不完 这就是世音KY什么叫 三千多块的原因 成为股王了 对 好 那这两颗晶片的差别在哪边 雅典娜 我们有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表 好 其实他们两个 没有什么真正的了不起 为什么 因为都不是用到什么三奈米制成 各位有没有看到 都是用五奈米 五奈 五奈早就有了 对啊 有没有 五奈早就有了 那再来 好来 那你看哦 雅典娜用的是什么 创意的IP 还有他的这个NRE的服务 是 对不对 所以 那NVIDIA呢 用了什么 用他自己的这个NVIDIA的 自家的 Hopper的架构 对 然后在规格里面 有没有 他有111GB的高频观的内存 我们讲这HBM31 那以他的这个速度呢 比H100提高将近一倍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你要去买H100 他H100其实就已经这一两年卖到翻掉 对不对 大陆抢或抢到 抢到现在他给你推H200 有没有 我再猜他这一招 这什么招 这招是不是说 那我有H200 那你美国 我可不可以游说国会说 那反正我们自己留最高规格的嘛 那H100就快过时了 就卖给其他人 那会不会中国就可以来买H100的 好高招 他就已经不再是那个最高规了 反正最高规不可以给 我们留给美国 最高规 就好像台积电就说 我们三奈米 我们三奈米要更留台湾 对不对 我们其他的 七奈米可以到国外去 对不对 意思是一样 懂了懂了 老师你真厉害啊 那我们话说回来 导播回来一下 各位 那你三奈米更留台湾 So hot 刚你也看到了 看到什么 用五奈米 对 因为天下很聪明 人家微软用五奈米就好啦 对 我不需要用到三奈米 人家亏答都做到H200了 五奈米就好啦 够了 对不对 我需要你三奈米啊 我跟你讲 讲好听而已 好不好 所以我说 我们说三奈米跟留台湾那又怎样 那五奈米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啊 人家需要用到的已经跑出去了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就再这样 回来回来 我们继续看 懂了 好 那我们看训练端 训练什么 训练端 那其实微软自己这颗AI 它的怎么样 它的晶片 它的效能 它的耗电比较低 但是它的开发周期又比较长 那它的固定成本比较高 开发周期长 它的固定成本高 但是因为固定成本高 没有关系 如果它的自己的量够大 以后它的量够大的时候 可以去摊掉这个固定成本 懂 就比较没有什么 那我相对比这个灰达的H200呢 当然通用性强 是 我可以用很多地方 对 我可以用伺服器 我可以用 我用到医疗 我用到其他地方都可以 所以它适合做怎么样 深度学习 所以训练端的首选 有没有 我们要训练什么 大型语言 比如说 Lama 有没有 要训练羊驼 有没有 乖一点吃东西 有没有 训练大型语言 好 要训练什么 深层式AI open AI 有没有 有 所以 因为 要拿来训练 所以 大家 每个人要 那我觉得我有人 他自己开发 他有可能要训练他自己的东西 你不知道 未来 因为大公司他们总是 会有一些 往 未来十年二十年 十年对 再去开发 他们的新的 就是他们 我们听说地球上就是有一些 伪装的外星人 对不对 老师说马斯克吗 总是会想出你想到的东西 对不对 脚模式马斯克这一类那种 特殊 你看 敢第一个去做电动车 对 第一个去发射火星 到火星去的 没有就跟当年的HTC 也是有外星人 有没有 因为多普达时代 那时候神经病 拍照就拍照 手机就手机 怎么还智慧型 怎么还想要拍照跟手机 结合在一起 放在一起 有没有 没错 好东 那我们继续看 再来 来那最后 推论端 那以微软的雅典娜呢 它就是可以满足特定区域 大规模的需求 那刚刚讲过了 批量生产固定成本可以降低 那NVIDIA 它从2018年开始通过这个 T4晶片 就开始在布局推论端 还有到边缘运算 算力要求 叫训练端来得低 那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 导播回来一下 其实我们听到很多人都讲说 HV100太贵了 那我可以很肯定讲 HV200一定更贵 那肯定啊 它速度是更强大的 那之前AI在狂炒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一直跟各位讲说 其实传统的伺服器的营收就在掉了 然后呢 你就算现在你推AI伺服器 我一直跟你讲不要去买代工的 原因就在说 我是一个长线的看法 我说今天代工一台AI伺服器 跟代工传统伺服器 钱都一样 因为为什么 代工厂就是组装 组装的利润就那样 你不要说 他的毛利就这样 你不要骗人 不要说我今天代工AI伺服器 我的利润就比较高 我代工传统的伺服器 我利润就比较少 没有 代工厂看的就是 我组装这一个伺服器 我要多少能力成本 我要多少工时 我要多少生产线要怎么样去搞 他的毛利就差不多就这样 毛利不会多到哪去 你懂吗 所以我那时候才告诉你说 纯度高的台阶 不要去做代工股 红海做了十年代工 你有没有发现这十年来 红海股价就是那样都不动了 对 有没有 代工的毛利就是这样 因为代工你可以代工 别人也可以代工啊 是 大陆现在一堆红色供应链 不是来跟你抢手机代工吗 对啊 取代性很少 有没有 所以不要去买代工股 这一波炒完了就这样了 代工的利润就那样 那就是一个题材 那题材已经炒过了 懂 炒过了代工还是代工 不然呢 炒过难道代工会变成什么样 变成来开发AI晶片吗 不会 对不对 懂 所以还是那句话 H200比较贵 又比一定比H100更贵 那为什么微软要自己开发 因为就是太贵了 他想要节省成本自己来 所以现在只有那些很有钱的 云端服务公司 亚马逊很有钱 Google 你用的钱 脸书等等 你一般的中小企业 你用得了这些吗 那因为现在你要在云端要去运算 对不对 又这么贵 所以现在你要给你推怎么样 边缘运算 你不要把你所有的运算的loading 都放在云端 把一些东西可以拉到哪边 拉到我中端来运算 有没有 所以英特格这次来要干嘛 AIPC 有没有 AI笔电 讲到AI笔电 那就是在搞什么 边缘 原来 因为你避免云端的loading过重 大家都要砸大钱去搞H100 200晶片 那不如怎么样 我们中端的装置来分担一下 云端 云端的运算 的算力 然后就可以降低成本 有没有 OK 好 所以我不认为H200晶片 会造成什么样的 造成多大的 旋风 对 多大的旋风 除非啦 除非 除非 什么 我们讲喔股票常常怎么样 下沙取量 对不对 股价不拉不动 不动 拉都拉不动对不对 干脆怎么样 干脆先砍下去再说 对不对 一砍下去量都跑出来了 是啊 当一砍下去量都跑出来的时候 阻力要拉就很好拉了 为什么 把那一些 不安定的筹码都洗出来 对不对 现在很简单啊 H100大家都要观望 对不对 太贵了 干脆来杀一下好了 就拉一个更高的 然后呢 让大家去 好像H100又比较便宜一点 那就买这个H100 是这个概念吗 因为苹果都喜欢玩 苹果Apple都玩这一种啊 是啊 他就出一个更贵的东西 对更贵的嘛 你去买我 这个原本的前一代 前两代的库存 你就觉得好像还可以 我能接受了 因为H100不能卖给对岸 对不对 那累积了一堆库存 哦 对 原来你看老师的逻辑思维 就这么的快速 各位亲爱的你懂了吗 好 那当然从微软他们这一段 为什么要做雅典娜 老师刚刚帮他做分析了 那H为什么要出到200呢 老师也帮他做分析了 你不懂的老师帮他做分析了 这就是最厉害最专业的分析师 因为老师有的是强大的体系 底气 老师底气来自于专业 老师的学历背景就是最强大的底气 你要知道老师不只是我们清大 这个在 老师你是公共系吗 对不对 你的本科 清大公共系 对本科所以对科技产业的了解 然后老师又是流美财经硕士 所以对整个财经的背景的一个分析 这就是老师的底气和专业 才能帮您做出这么完整的一个通透的分析 所以我们的陈辰聊产业 一定要记得每天认真收看 加入小老师HIH888 还有订阅古海大丈夫的频道 再次感谢陈辰老师分享 谢谢天心 谢谢各位 想听陈辰老师聊产业 聊心法 或是您想和陈辰老师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古海大丈夫 来的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描标荧幕上方QR Code 欢迎您一起来聊聊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